哈喽,大家早安 今天想分享的是 蘋果日報嗎? 不是不是 中國時報嗎?不是不是 今天想分享的是這個 這是我今天早上去菜市場買的東西 我們常常去菜市場買肉啊 菜啊,或者是說 很多東西的時候 其實有些東西它是要冰鎮的 可是你逛了菜市場一圈 然後再帶回家的時間 其實它可能都已經不冰了 那今天這個老闆做了一個 讓我覺得非常非常貼心的動作 所以我就非常想跟大家分享 這個老闆非常用心在做生意 這個啊,是我買的水餃 開開給大家看 真的有時候會不知不覺 就是去買一個東西明明就有 想要買的,可是就會越買越多 這是女人的天性吧 你看它是冰的水餃 然後呢,老闆外面包了一個 油紙袋,不是油紙袋 那個豹紙,然後呢 就是讓它,讓它保冰 讓我們在就是從市場回到家裡的這一段路啊 然後就可以,呃,就是有保冰的功效 所以它在包的時候 我就覺得喔,好貼心喔 然後原本今天是因為想要煮火鍋 然後去買肉片 對,然後呢 後來算一算,它說 機器切的肉片比較便宜喔 比較好吃喔 然後我就算一算按了一下計算機 然後如果是人工切的肉片 一斤一百四 可是機器切的肉片一斤要一百七 可是後來在老闆的慫恿下 他說機器切的真的比較好吃 因為人工肉片比較厚 所以呢,就 當然啊,就跟他買了機器切的肉片 而且他這個啊 我真的覺得這個老闆很貼心耶 不知道大家去買肉片的時候 有沒有這樣子的經驗 有時候啊 他們就是肉片的部分 就是,呃,會黏在一起 尤其是你在煮火鍋的時候 黏在一起 然後你就只能一團下去 然後這個老闆他非常貼心的 這是一整份肉片 可是你看他每一層都用塑膠袋 包住 然後去做分層 哇,那讓我就覺得說 哇,這個人真是太貼心了 他真的非常的會做生意 因為如果說我今天是一個消費者 我看到這樣子乾乾淨淨淨淨淨淨淨 而且是沒有黏在一起的 因為他是每一層都有一個塑膠袋 就會覺得說 嗯,這個老闆是很細心的一個人 所以呢,我今天就是看到他 在拿這個的時候 我就心動了 就,呃,好 原本沒有想要買那麼多 然後結果就買了 越來越多的東西 對,那這就是今天跟大家的分享 那就是貼心的老闆做了貼心的舉動 然後讓我覺得他非常的優秀 對,那這就是今天買的水餃 然後還有今天的火鍋肉片 之後呢,再跟大家分享這樣的東西 好不好吃囉 大家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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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